今天是我在台北的 新租屋處首次露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背景 既陌生又熟悉呢 那因為現在新家改造的進度還沒有完成 所以大家還要再等等我的新家影片 我們今天先來一個大家一直以來都很喜歡 然後我也很久沒有拍的 我相信每個租屋組搬進一個新租屋處 一定都會需要增添很多生活必需品 不管你的家具在什麼齊全 一定都還是有一些需要採買的東西 那尤其呢我覺得搬進一個新的租屋處 一定要全部換新的就是浴室的東西 不然用別人用的就是有點噁心 所以大家應該都會有這個需求 而且呢我們這次新家的廁所 又完全是房東重新裝潢過 所以他其實缺了很多東西 於是我搬進來的首要採買項目 就是浴室的必需品 那我搬家了那麼多次 其實已經完全 掌握我自己需要什麼適合什麼樣的物品 然後我就跑去宜得利逛 發現其實宜得利就可以一網打進 買到所有的浴室好物 那就跟我一起看看 我今天要推薦 哪五個宜得利的浴室好物吧 應該是每個人都要看喔 因為每個人都有廁所 首先第一樣呢 是不鏽鋼牙刷架 長得是像這樣子 完全是一體成型 都是不鏽鋼材質的 為什麼我這次會特別想要推薦 那個牙刷架是因為我們之前用過很多種 我們用過壁掛的 也有用過塑膠 但是下面是有底的 或是像是無印良品那種一顆 然後中間有個洞可以放牙刷的那一種 那這些其實都還是會有深購的問題 尤其是那種塑膠 然後有底盤的 一定下面是久了之後就會變得 因為我以前就是會不想要用不鏽鋼的東西 覺得它長得比較不好看 但我這次就覺得說 牙刷真的是很需要乾淨的東西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不鏽鋼牙刷架的時候 就幾乎沒有考慮太多買回來 而且呢因為我們是兩個人一起住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適合多人一起居住的時候使用 因為它有六個牙刷的洞 中間比較大洞的地方就可以讓你放牙膏 你就可以把你的牙刷這樣子放進來 然後像是我們還有牙胎刷 就可以也再放第二個洞 然後再放第三個牙刷等等的 如果你有習慣用水杯的話 也可以掛在旁邊這邊 用到現在真的可以發現 就是因為它底部也是一條一條的不鏽鋼 所以不太會有 有機很多髒東西的狀況 也很好清理 你把它拿起來之後 直接放到水下沖洗就可以了 然後下面呢 它還很貼心的做這個 紙花的設計 放在濕濕的浴室檯面上 也是非常穩固的 所以我覺得與其呢 你就是想要買那種超級漂亮白色的 還不如就是直接買一個 一勞永逸的牙刷架 這個我們未來就是會真的帶著走的那種 再來第二個呢 是我覺得只要你的浴室比較小啊 或是你是租別人的房子 一定會用到的 就是壁掛的罐洗用品架 因為我們是比較不喜歡 把架子放在地上或是角落 因為通常那樣子水很容易會流進去 然後就會變得蠻髒的 所以我們自己是蠻喜歡用壁掛的方式 從上一個家就是 那我們之前用的是IKEA的 不過IKEA呢它其實是好用 那它就是外面會有 很大張的產品貼紙 然後很難撕掉 所以我們這次呢就想說 欸!伊德利也有 而且伊德利的長得還蠻好看的 然後又有這種比較像是有洞漏水的設計 加上呢它非常的多工 它的下面還有掛鉤 可以讓你掛一些不適合放在架子上面的東西 比如說像是這種搓澡球啊 或是你可能有一些清潔用品想要吊著也可以 他們這種壁掛的罐型用品收納架 有很多種不同的尺寸 跟款式 那我們自己選的是像這樣子的 轉角三角形式的尺寸 然後另外還有上面比較小一點點 可以拿來放洗臉用具啊 我覺得這次的男生是 他還有一個專門可以放刮鬍刀的 刮鬍刀的刀片呢這樣隨便放很容易生鏽 那如果有一個他專屬的架子的話 就可以讓他比較是在陰乾的狀態 然後這些我就是一次都把它全部買回來 然後用到現在我覺得也很讚 不過呢要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是用壁掛的收納架的話 因為他通常是用吸盤去吸住 所以如果你要在上面按壓洗衣精啊或是沐浴乳的話 其實是不太適合的 因為你壓有時候真的會太用力 那個架子可能會掉下來 這邊要注意一下 再來第三樣呢 是我這次覺得最開心自己有發現的新品 就是原來現在有一種東西叫做 因為如果你有看我以前的影片的話 就知道我之前有一陣子是 非常非常愛推崇大家去買龜藻土地墊 因為我覺得很吸水很方便 然後那個材質也比較不容易 卡灰塵啊或是很髒之類的 然後沒想到現在竟然有出這種 軟式的龜藻土 超級酷 伊德利他們出了兩種尺寸 我覺得也很棒 因為像我們這間廁所真的蠻小的 所以如果拿大的尺寸就會過大 我這次是選小的 然後我買了兩個顏色 一個是我現在廁所正在使用的鐵灰色 然後手上這個是很深的卡其色 我覺得也蠻好看的 然後比較不容易髒的顏色 我覺得很棒 因為其實踩久了 那種淺色的有時候久久 就會變黑黑的不好看 目前又到現在呢 發現軟龜藻土 真的是一個很讚的發明 因為它同樣是非常非常的吸水 可是踩起來很舒服 不會硬硬的 背面呢是非常止滑的那種墊子 而且吸水功能真的很強 踩上去之後呢 你在上面擦完身體之後 再踩出來不太會有什麼水 會再落到其他地上 所以是真的很吸水的 然後價格上也不會特別貴 所以我們是直接一次買了兩個 之後應該也是會持續的回購 那再來第四樣呢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但是又每個人家庭都必須的 也就是馬桶刷 那因為我們這個家底子 就是很乾淨很新嘛 所以我就覺得馬桶刷 一定不要買那種 小杯白或什麼紅色綠色的 我就是要買漂亮的馬桶刷 然後剛好宜得利就有 就是這樣子純白簡約的設計 那我自己也已經刷過幾次了 我覺得是一個中規中矩的東西 還有提把可以使用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要一個簡約 然後好買到的 也可以在以得利一起採購回家 不快的來到了最後一樣 應該很多人在家裡 都會有用拖鞋的習慣吧 不管你是習慣穿室內拖 或是你是習慣廁所要穿拖鞋 我都蠻推薦這次我自己在以得利 挖到的這雙拖鞋寶貝 它是一個很淡很淡的淺灰色 是全塑膠的 我一直以來都不會穿布或是棉的拖鞋 因為那種拖鞋真的很容易會有味道 或是很容易會髒 然後我這次是因為我急著要買 就剛好在以得利買其他東西的時候 就想說這個好像還不錯 就直接買回來 然後我實際穿我覺得 很好穿 而且它很便宜 蠻簡約的 可是又有一點點設計感 很適合如果你家裡有一點點灰色油漆 或是灰色的地板的話 我覺得穿起來都很好看 它這個材質就是你要穿在廁所裡面 碰到水也不用擔心 然後要清洗也很方便 可能比較冷門 但是我還蠻推薦的 就是整個以得利我覺得最好看的款式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想要介紹給你們的 五樣以得利浴室好物 那如果你也是一個租屋主的話 應該會發現還有很多東西 我沒有買期 像是可能壁掛的衛生紙架 或是吹風機的架子啊 那有些東西為什麼我沒有在以得利買呢 可能就是沒有找到適合的款式 或是我覺得價格其實有更便宜的 那這些東西呢 我都會留到下禮拜的下一集 來跟你們分享 就會是各個其他品牌 我覺得很好用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呢 就集中都是 以得利的商品來跟你們分享 最近八九月 應該真的蠻多人在搬家的 可能很多人也進入到自己新的住處 那我就很希望這支影片 可以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你有缺這些東西的話 都可以趕快去以得利看看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今天哪一樣東西最燒到你 讓你覺得想要立刻買回家呢 最後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G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新家的第一個OOTD 帽子是Aroom Model的 衣服是Cole Anne 項鍊是若琳的 以上